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欢迎各位来到 非你莫属中国人民大学 实习的专场 感谢各位同学的热情 在这个专场当中 有一个特殊的环节 站在我身边的不是求职者 站在我身边的是一位老板 而台上坐着的十位呢 不是老板 是十位求职者 我们会搞一次群面 提醒我们台上的每一位同学 你们的问题 你们问问题的方法 事实上都在讲 你们的思路 你们的逻辑 因此希望每一位同学 珍惜自己提问的机会 掌声有请 马上就要在我身边 接受曲面的当当网的CEO 李国庆 有请 大家好 来 给大家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当当网的CEO李国庆 没了 就是自我介绍 李国庆先生 今天带来的职位是 这个 无限BD总监助理 这是个干嘛的职位 就是当当无限互联网 这个业务策略和产品发展 在这方面的这个总监助理 对于这样的职位的应聘者 如果学生实习 对吧 那么这三个要求呢 我想第一个呢 一定是平均每天在 无限互联网上 待一个小时以上 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说 在校期间呢 做过很多商业的社会实践 参加过很多商业的社会实践 那去超市做促销算不算 算算算 也条意见 最好以批评为主 好 各位现场的同学们 认为自己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呢 举手 没了 好 一位 大胆一点 还有谁 两位 还有谁 两位 三位 就三位能提出三条 我整天微博收到很多大学生 给我的建议和批评啊 稍等 稍等国庆兄 我能给你一个 更客观的评价吗 每一个开微博的人 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多的关注 那是几百万年里边的 但是事实上 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同学 诚实的 只有三位同学举手 对李国庆先生的成长来说 这很重要 这需要 我们来到大学 用同学们的举手来告诉他 他每天都在蒙蔽自己 在麻 麻醉自己 说哇 我发一条微博 那么多人呼应 Look 各位 今天你们也不用紧张 因为今天 要来接受 全面的 不是在座的各位同学 而是台上的十位 十位同学 你们现在处于黑暗的状态 在听完了 李国庆先生 对了一个岗位的描述 之后 有兴趣 亮灯 来接受这个职位考察的同学 是他们考察我 还是我考察他们 先他们考察你 再你考察他们 好好好 不太习惯被考察 对对对 会习惯的 会习惯的 以后常来 好 各位同学 不用勉强 你们不用让李总 继续麻醉自己 有兴趣就亮灯 没兴趣 你们就在黑暗里 咱们照样 可以聊天 十位 选择 不错 男生人 我不想麻醉自己 我能问问 你们是对当当网友 更有兴趣呢 还是对李国庆 更有兴趣呢 还是对这个 无限业务的 BD总监助理 更有兴趣 我这样 我随便问一位同学 好不好 我们这里面呢 有一个位非常冷静的同学 这位同学呢 是学法学专业的 王松华同学 来自中国政法大学 坦率地讲 我因为我的专业的问题 所以对这个 李总提供的职位 怎么说 我对这个职位的兴趣 没有对前两者的兴趣的 OK 就是对李国庆 因为今天我觉得 我坐在这里 还有一个使命 就是 作为一个法律人的使命 所以我要亮灯 我要坐在这里 你的法律人的使命是 你要揭批李总 接下来所说的话里面 所有的 假的 恶的和丑的 对吗 我不敢这样说 但是 因为我之前 关注过李总 然后我又是一个 爱打握不平的人 然后 就像我一样 而且问题是这个 我想问的问题 也关注到我个人的利益 就是您在北大 有一次演讲提到 您就是贵单位 招募的人才 必须是985 以及211工程学院 毕业的学生 我想知道您 从这个里面 您是就看这个学校的牌子 还是您觉得 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 就一定有这样的能力 或者我想访问您 一个非这些学生 出来的学生 他们有很好的能力 在别的一个企业里 做到了很好的职位 您到时候 不会觉得很后悔吗 我上次上完以后 一片骂声到微博 那些不是211说 以后我们 他妈就不到你们 以后我们要 骂我说 以后我们就 不去你当当网买东西 看211毕业的学生多 还是非211多 又骂的我这个 我这么表述 我仍不改变我的立场 那么我微博 我也耐心回复了一些 应届毕业生呢 我们坚持呢 211和985 像技术 我们坚持985 这是应届毕业生 非应届毕业生 工作几年以后 我们就不再看这个学历 那么 为什么这样呢 真的 你慢点说 你现在有点 不能自圆题说了 为什么 我们这么选学呢 我也知道 这个 211的人才率 都不一定比 非211高位 我负责人说 因为中国这种应式教育 轰上去的 都不一定高 但是我想说呢 当进行大规模人 这个面试啊 扩招筛选的时候 他这是一个 不得不用的门槛 门票 211 985 我个人来讲 是喜欢招许 这种名校的这个学生 因为本身来讲 他们能做这个学校 就经历了层层的选拔 那么证明 他有这种这个 学习能力 非要教求211 我觉得这是非常愚蠢的 我自己是清华毕业的 我知道其实在清华的很多毕业生里面 也有不靠谱的 也有不合格的 而很多一般学校的同学 有的也非常优秀 让我们听一下 俄语专业的硕士 张景磊小姐 您在选拔应接毕业生的时候 是更看重学历呢 还是更看重能力 还是专业 还是看重某些 某种特在的一些潜力 好 就是这样 我肯定更看重能力 就是说您 但是遗憾的是 您是硕士是吧 对 我在企业内部讲的观点是 我们作为商业部门 我们对是否硕士 毫无 毫不关心 真的吗 硕士本科在我来讲一样 为什么呢 没用 就浪费国家教育资源 我们不需要硕士毕业 听到 底下 硕士 正在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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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解一下情况在说话吗 我说过很多次 不要打无准备之仗 各位同学 我觉得 硕士非常 我不是来 赵刚 我不是来中关来了 我是来通过面试 我想把我的用人理念传达出来 不见得对 我支持你一下 现场五字头的那位老板 好像你也是对硕士的兴趣不大 我相当有兴趣 都优秀的能力的人 一般来说 我说硕士 硕士有兴趣 不是我有兴趣 你对硕士和本科硕士优先吗 相对来说会优先一点 优先多一点 10%左右 人家多念了三年 你可是10%左右 我觉得大10% 等等等等 我在选拔人数 我们内部一点都不大 但是也不怎么 只要是硕士毕业 他就一定比本科毕业待遇高 这也是真的 他有直级直等规定 那也是一样的 我替国庆辩解一下 为什么要求985211 其实是为了减低沟通成本 因为你总得给人画条线 比如人力资源部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见到老板 或者见到国庆 所以说有这么个一条线的话 沟通成本会低一点 好 回去也挨骂了 好 请坐吧 把那些话筒给清华 这段就麻烦砍掉 谢谢 我们不光不会把这段砍掉 我们还会花点钱 买一点地铁里面的广告时段 让那个女的叫完了之后 就播你这段 好吧 我也想说一下 你也是硕士吗 对 我是硕士 但我觉得硕士就白读了 没用 因为就是你如果是比如市场公关类的 它强调你的实际工作经验 其实本科毕业职业工作最好 可能有些开发类的工作 是可以做硕士可能会好一些 你不是理工科吗 对 因为到我后来没做开发 所以我的硕士其实白读了 倒备教育资源 对 第二点就是说呢 其实现在的硕士 跟十年前不一样了 就是现在很多学生 他是怕工作 怕进入社会 所以他去再读个研究生 可以在学校里再待两年 所以现在研究生毕业 不一定意味着他有高智商 他可能是能力反而更差 是这个问题 等着被硕士骂死吧 但是人大就不一样 名校不一样 人大的硕士还不一样 哎呀 沐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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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吐莲花 他不光是口吐莲花 沐言你的这番话 真是又当什么又立什么 对 上刚 另外还有点 上刚 另外还有点 就985 不 211还有一点 就是在某种程度 代表着一个学习能力 好 行 坐回去吧 你是清华大学的 学习能力也一般 坐回去吧 可以了 来来来来 各位同学 来 把握住提问的机会 因为提问的问题 不仅仅是你们的好奇 也在显示你们思考问题的方法 来 哪位 来 李老师您好 我是敏文斌 然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您对那个 无线互联网BD助理的这个职位 它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力 在它的业务范围内 是需要策划能力 还是组织能力 还是沟通能力 还是技术方面的能力 基本的前面那些任职资格 我已经讲了三条 我不重复了 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说无线业务呢 它确实分几块 有程序开发 有产品经理 有市场推广 还有最重要是业务策略 就通过无线互联网能干什么 这四块你如果 我想程序这一块呢 我们这边应该说 有专业人才了 有专业人才50多人了 我今天不是这个 主要是业务跟产品 和推广这三块 之前我们大家 就是大学生了解 当当网都是买图书 然后现在我们知道 就是随着电商大战 愈演愈烈 当当网做了很多百货 对 太卖鞋了现在 对 现在就是面越阔越广 但是可能就是 大家的注意力 有点分散 你是怎么来 为什么不还主打图书 因为我们都知道 当当网很多折扣 也给现在大学生 达了很多便利 这是我的第一个小困惑 你困惑 我也困惑 你看 你是出版专业的人吧 中国图书市场 盘子确实不够大 没法实现 我这个企业的帝国梦 所以我只好去 再扩展 好 这是他作为 业内人士的回答 小文 我给你一个旁观者的回答 他发现 其他以前卖鞋的 现在卖书了 然后心里面就不服 说你卖鞋的 你能卖书 我卖书他凭什么不能卖鞋呢 于是 卖鞋的卖书了 随后卖书的卖鞋了 这个真不是真不是 其实这是一个 每一个企业家都在面临的问题 是在做加法和减法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价值 这个环境的设置非常有意思 这是让老板呢 接受我们十位 这个应聘者的这个面试 实际上也欢迎到心态去理解 这个面试者 他们所探设的这种压力 很有意思 很有启发 纵观现在我们国内的一些 电商网站 然后我发现就是像我们当当 还有像京东 它的版面都是比 就是比较稍微的 刻板一些老土一些 我在这里想提一下 巨美优皮 巨美优皮 我们发现它的那个页面 都是粉红色 因为跟它的目标 就是客户有关系 它的目标客户是 以女性为主 所以可能粉红色 更会吸引女性消费者的注意 你就直接说 我们这几个老牌电商网站 就像几个老牌门户网站一样 很山寨 其实我 你说的很对 我觉得呀 当当网站 页面做得不错了 你把视线投入到这 有一个五字打头的网站 打开首页之后 就有给它跪下的冲动 相比较当当可以 不我不满意 我估计你说五字打头的 跟我困惑一样 页面太多 我现在刚改了一部分页面 感觉这个洋气了 像这个巨美优品一样洋气了 但更多的页面还没改过来呢 因为信息量太大 但我跟你说 国庆熊 要不你 你真是一个特别好的企业家 你知道那个五字头那企业家 每次人一说你的页面太乱 你知道人家都会反问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反思过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乱呢 真的吗 然后他说这个话 说的还特别理直气壮 很多人都说过我们页面乱 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们为什么不改呢 因为你们所有的钱都去喊了 就打广告了 没来得及改 稍刚老师 稍刚老师这边 我记得您刚才的话题说 这时我要为那个姚总打抱不平 因为五八同城的定位 在他的服务市场定位上 是一个提供生活信息的网站 然后我们生活信息又分很多种类 又会杂七杂八会很多 所以说五八同城页面乱 越乱说明他提供的服务越多 这是我们应该支持的 我认为 哲宴同学我想打断你一下 你注意你今天是来找工作的 不是被雇来给姚信波当打手的 李老师您好 那个我 因为我是纯来找工作的 因为我已经毕业了 然后毕业证也都已经拿到了 英国那边都已经 就是都完事了 博明汉大学英语教育专业 英语教育专业毕业的 因为您刚才说了 您提供这个助理的职位 可能是有四个方向 那可能说我对电商这方面 不是很了解 但是只要是具有这方面 你敢于挑战 你敢于抓住机会的 我觉得我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给您留灯 希望您可以关注我 好 好的 惠惠太直接了 坐到上面 一坐有时候就忘了自己的角色 容易迷失 好多同学提问的角度 感觉不是在接受面试 而是在面试李国庆 问的问题都不能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十位 现在主动权仍然在你们的手里 通过刚才这样的交流 大家综合分析 去或者留 十位 张军离开 张军离开 东华离开 小文离开 张军为什么离开了 我呢 是学法律的 而且呢 我现在主要就是 方向就是经济法 税法这一块 所以我想这个方面 一个是我不太了解 另外呢可能我这个专业的这个能力 可能不能够比较符合李总 关于这个人才的要求 好的 各有所需 同时学有所用 三位离开之后 场上现在还有七位 郭敬兄 现在到了你提问的环节 那么我刚才跟这个这个现场的嘉宾和观众我们聊起来 那么大家到底在无线互联网上我是问大家所有的问题 无线互联网上平均每天要花你们多长时间 不管是看新闻买东西都算 注意是无线互联网 来 平均 我觉得至少四个小时以上吧 无线互联网 对 就是我没有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拿手机看新闻 买过东西吗 买过东西 就拿手机买 来 招明 平均每天应该在三个小时以上吧 主要的我可能就是对电商上网的时间是更多的 比如说当当我自己心自购 在无线网上买过东西吗 买过 而且经常的 在当当网 无线当当网上呢 当当网上也是 你用的哪个客户端啊 你是安卓的还是苹果手机啊 我就记得安卓手机 安卓手机 周老师 我能提个疑问吗 虽然我们也登了 但是我要为厂商还亮亮的的选手问个问题 就是到现在为止 林老师您问的问题 尤其是第一个问题 怎么像在为当当做调查 尤其市场调查 这个如果要没有 我刚才说这第一个要求 尤其是您在不停的追问的过程中 我怎么觉得不再尚为我们的实际选手提供这个实际岗 这个坎帅说呢 我上节目 不没没没没 我上节目是最不愿意提当当当当当当网的 所以好多电脑都愿意讨论 我老是要再说的 你就如果你不愿意提 你就可以说我是最不愿意提当当网的 但是你为什么 不是你为什么要说 我是最不愿意提当当当当当当网 这是我看到很多企业家利用在电视节目上不讨论问题 老刷广告 老刷你刷到最后编导咔咔咔都给你剪没意义 我是也是节目游子了 是吧 但是今天面试因为要讨论这个问题 我必须拿出这个当当网 松花这个我批评你一下 松花他刚才问的这个问题还是指向性很明确的 确实是 但是保有你冷静的质疑的态度 欢迎欢迎 假恶丑 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其实我有个小疑惑 就是问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哪里 你这样子只能够调查到 就是我们每一个求职者 使用那个无线互联网的频率是有多高的 但是跟我们是否联合您所需要的那个职位 好像是不大相关的 然后下面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一天回答 先是感慨 再是回答 对 回答 然后我一天使用那个无线互联网的时间 大概是八小时 但是 八小时 对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可能是在SNS方面的应用 对 微信啦 朋友圈 谢谢 我要回答他的问题吗 你可以不回答他的问题 这是 你得让他 他刚才那个问题感慨也很好 就是说 我们 这个 我已经好久不求职了 经验难道就能建立洞察吗 就是说 大家面试 大家找工作 你老遇到这样的面试官 问你过去做过什么 做过什么 做过什么 有时候就掉入经验主义 比如人类学研究 带学生 我认识一些人类学教授 就不愿意找本民族的人研究本民族 说汉族人研究汉族 没劲 他没有fresh感觉 所以他说的观察是 有道理 有道理 李老师因为你有微博嘛 虽然我没有关注你 但是我通过看一些文章知道您还挺火的是吧 那您会聊天不会聊天 什么叫是吗 而且即便没关注也不能这么大听网络之下说 我准备关注 没来得及 因为我网不好 最近 那搞英语教育不关注我没关系 那请问一下 你们公司有没有做微博营销 因为我 我就好久不在国内嘛 对这个国内市场可能稍微有一些不了解 但是说就我所在的环境 我所在的那个城市啊 整个英国啊 它有很好的微博营销 然后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好多外国公司都很在乎这方面 慧薇 慧薇 我就赶紧打断你 因为你不能再减分减分减分 这样的公司 这样的微博活跃者 怎么可能没有微博营销 所以 我想说的是那边微博营销哪里做得好 哪张 英国那边微博营销哪里做得好 那你说哪里做得好 我想 对于李老师的这个问题啊 其实并不在于回答上网多长时间 而是如果说你说在这个上午线的两三个小时里面能够发现 当当的五线应该怎么样去做 哪怕提一个建议 可能李国庆了就会感兴趣了 主持人这什么叫 我提这个一个更开放的问题 然后 让他们随意往上跳 谁愿意往上跳谁跳 那就是你要提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最后一个问题啊 那么 无线互联网呢 你看到当当有什么问题 或者你觉得还能给当当带来什么机会 说产品改进也行 说体验的改进也行 想想 最好用一二三这么干净干净净的 要不然这个时间不够了 来小文 虽然我灭灯了 但是以我个人而言 如果我浏览电商 我可能比较关注像美丽说 就是在打发闲暇时间 我可以有很多浏览的空间 但是我们当当网做摆货 我就不知道从哪个角度下手 所以我们可以 我认为可以搞一些 比如说像一些排行榜 或者是主题购物 这样就是更符合一些 让大家有切入点 对 好的 谢谢小文的建议 那你妈把灯给捏了 因为您刚才提到就是需要商业背景 我做过商业社会实践 因为我之前学传媒的整个就是四年的时间都是围绕着就是传播这个领域 所以我觉得可能跟您的要求有点不符合 当当网卖那么多书还不是传播吗 本科是我们的学生 那您要求商业 我商业方面确实是我的软肋 我相信现在李国庆一定非常后悔 因为这个女孩表现确实非常优秀 非常好 当当主打的产品非常好 就是主打的是音像图书和服装是吧 这三种类型的产品的话 它价格来说是比较小的 所以在使用无线互联网的时候 就是浏览它的价格和商品的详细信息的时候 不会出现太大的误差 而且在手机支付的平台上额度也不会太大 我觉得是符合这个时代的趋势的 然后增强社交功能 像我刚才所说的 我用Apps大部分其实是在SNS功能上 而不是在购物的功能上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 沙刚老师 不错 沙刚老师这边 这边 一 用户体验 我觉得应该关注于APP发展怎么样 让用户更简洁的能看到 最想要的信息 怎么样 更简洁 我觉得就在应用设计上 可以专注于产品的分类 比如说 无线网络上主营哪几类商品 就是顾客会在无线网上买的 就是从市场的角度来出发 就是说 当当现在现有的资源有哪些 然后这些资源怎么分类 怎么样能让无线跟有线 做得更有好的结合 不如说有好结合 怎么 怎样 这不就是抛砖引玉 让他选我以后 我在想吗 还想着不说呀 好的 今天的感觉啊 有点像 你知道艺术类面试 尤其是像表演这样的面试 经常是这种 主考老师 您在这儿 哗来了十位同学 出了一个题目 说同学们预备演 Action 然后同学们就 演起来 每个同学呢 都有自己演的方法 有的人专项强一些 有的人专项弱一些 但是当这个平台 铺展给大家的时候 真实生活当中的面试 就是这样 郭敬兄 十位当中 有三位离开 还有七位留下来 经过认真的思考 你要决定 你把你这个职位的实习杠 交给七位当中的哪一个人 实习生招聘专场 睿智冷静的清华学子 缘和令波士团躁动不安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首先是不收钱 然后再收钱 为什么我没有改了 你觉得 人家刚踩到你 你不少 你就开始蹦 大学生就要眼高手低 对 其实我没什么职位 就是跟着我学吧 您今年七十几啊 缺云 你介意我说你的缺点吗 我就关他下来 不介意 所以我就不说了 我比另外两个清华的 就更懂你 我觉得慕言 一个被踢出老板席的人 就不要再说什么 那神经的马农女 到底是如何修成正果的 大家觉得我像一个马农吗 不管像与不像 我现在都就是一个马农 你是特别淡定 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 应该我没试过 但是应该是吧 逼掉的嚣张 脾气非常大 智商非常低 而且非常没有耐心 又非常非常小气的人 姚进波都崩了 您就两天以上就包邮了 我想问您 您钱从哪儿赚 我们不赚钱 一心没客户 撒谎 撒谎 她的人格应该以后 挺有发展空间的 人格 胜在人 听到了吗 谢谢 您会成为一个更成功的自由 不要吹毛选丝了 小心一会儿战火烧到您的水上 女人说不要就是要 女人说要就是不要 国庆兄 十位当中 有三位离开 还有七位留下来 经过认真的思考 你要决定 你把你这个职位的实习杠 交给七位当中的哪一个人 利用你思考的时间 我们问一下下面的几位老板 李树斌 如果要让你在这十个人里面选 你会选谁 我选的话 我可能会选这个 我觉得这边的这个学生 最左边的 米文斌同学 对对对 因为实际上我觉得 这几个学生回答的问题 都不是特别的具体 回答的问题都比较出向 点不是太准 点不是很准 但是我觉得这个 相比之下 我觉得这个同学 还是有些思考的 还能回答一些 一些我能够感兴趣的点子上 好 这是树斌的判断 刘静波 我补充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米不错 他分析到了 互联网 手机上购物 一定是轻决策 这个点判断得很准的 另外一个第二位 罗索 右手边第二位 他能够分析到 58网站为什么乱 说明他对互联网 是有研究的 因为他 谢谢腰总 他应该非常喜欢这个职位 我觉得做一个实习生来说 特别喜欢这个公司 特别喜欢这个岗位 很重要的一点 另外对互联网也是有一定的认识的 好的 谢谢 自吹自擂 刘慧璞先生 在这十位当中 如果是你挑的话 你会 我一选还是米 小米吧 也是小米 对对对 我觉得无线产品 偏BD 说话就像销售一样 一定要简明讹要 话太多了 真的把技术人员都说晕了 把合作方也说晕了 但第二个 我喜欢今天第二位这个女孩 王小文 就是小文同学 小文同学 是这边灭灯这个女孩 是的 对 因为他特别爱剧美优品 谢谢 曹刚 曹刚 就像那个自私的人 就像自私的人 看见别人自私会特别恨 有的人在节目里 特别话牢 话特别多 他看见别人说话多 他也觉得特别难受 你就知道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今天观众看到了 每一点他名字出来抢话 你现在知道节目中 谁话多了吧 我用沉默来回答 你用沉默 你用沉默 大牢就不能跟他 你用沉默来回答 说完这句话之后 你就不能说话 你用沉默回答 谢谢 沉默 太好了 来 李国庆先生 现在到了 让您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首先今天我出这个题目呢 通过这个 看大家这个表达 就沟通能力 因为最基本的嘛 第二个呢 看大家那个商业的 基本逻辑感 是 但是我特别爱看 这个第三条 就是他对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公司 哪怕对我也行啊 当然不要对我了 最好对当当网的认同 更憨鬼的要这个职位 就在这一点上 我都不满意 在这一点上 都不是特别满意 我们同学有时候啊 没表现出来 不过就他也 有的时候在那个位置坐着 他也不太好表现出来 那种急语 那种可欠 这个实习港的 对 新金式 本科呢 我们是2800 硕士呢 是3500 好的 如果是本科 2800 硕士 3500 注意 是实习港啊 那接下来 您就要告诉我们答案了 在剩下的七位当中 您的选择是 小米最突突 米文斌同学 来吧 热烈的掌声 送给小米 热烈的掌声